这个社会是个人情的社会 你帮助他们,他们也会帮助你 对于拒绝他人,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会觉得拒绝他人是一件不太礼貌的事情 这种事情也是人们之间经常发生的事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 帮我们的几乎都是我们曾经给过帮助的人 所以呢,人和人之间就是有着这样一层利益关系 当然,也牵扯着一点感情 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什么样的都有 有热情的,也有冷漠的 有的亲戚对我们非常冷漠 我们最好不要跟他们过多的来往 以下这三种亲戚就是最冷漠的 我们大家要注意了 第一,不讲信用的亲戚 有些亲戚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寻求你的帮助 比如来借你的钱 那时候他们对你说着好话 对你非常客气 说什么一有钱就首先把钱还给你 还说什么咱们的关系最好了 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总之对你的态度非常好 你给他借了钱之后 他对你感恩戴德的 可是到了后来他有钱了 那时候他根本就不会想着把钱还给你 对你的态度跟之前相反 很冷漠 这种亲戚他根本就不讲情 非常寒心 所以大家最好少跟这种亲戚来往 第二,贤贫爱富的亲戚 有些亲戚就比较顺利眼 贤贫爱富 只爱金钱与权利 不讲感情 与利益为重 如果你家里比较发达 他就跟你凑近乎 高拍你 经常来你家 说什么你遇到事情就找他 还说什么咱们关系那么好 就得互相帮助 相反 如果你家里不怎么富裕 那他们就会瞧不起你 和你的关系保持很僵 你遇到困难 他们也不帮你 和你撇得很亲 所以这种亲戚 大家最好 不要跟他们来往 第三,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亲戚 有些亲戚就喜欢在背后嚼舌根 接人短促 整天在外面说这说那的 谁家怎么样 或者谁怎么样 说三道四的 传这个传那个的 比如你因为某些原因 没能给他借钱 或者没能帮他 然后他就在外面说你的坏话 还添油加醋的 说什么他帮你那么多 你却不帮他 说你人品不好 说你抠门 或者别人家出了什么事 他就跟其他人在外面说道 对别人家一通评价 嘲讽别人 所以这种亲戚 人家不要跟他们来往 他们对大家没有益处 反而会增加麻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